成立于民国42年的雷虎小组 在最近更换心血 我们专访到这些新老成员 了解训练背后不为人知的艰辛 以及他们的坚持 超有默契的七机十字回转 还有经典的炸弹开花 令人拍手叫好 但这些高难度动作 并不是每一个飞行员都能做到的 看到建筑物在你的脚下的时候 可能操作的手法 或操作的意识会不太一样 那曾经有人就是这样 重生过一两批之后 就觉得领导适应 而无法加入雷虎特技小组 雷虎小组困难的还不止这些 就连表演飞机在起飞的前一秒 都还要承受天气 长官 媒体以及观众的种种压力 做立体科目到云里面去的时候 你根本不知道你的方向 而且你要变更方向 你完全摸不到头绪 那其实这个在多机的操作里面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 因为你不知道对方 你的有机在什么地方 当你操作的时候 你很容易跟他做一个擦撞 或碰撞的一个情况 绝对不冒险去做任何一个科目 所以这个事实 我说实话 我们讲的很简单 但是当领队要起飞之前 其实很挣扎跟煎熬 每位飞行员决定飞行机轴后 在安全考量下 是不能随意更换 所以也决定着自己的未来 我犹豫很久 因为我打从进飞行线 我就是要飞幻象 因为我一直是觉得幻象 是最漂亮的福祉 美股就是一个热忱 就是趁还年轻的时候 努力的机会 就让自己更上一层楼 这样更坚定自己的技术 那算是学生 就觉得以后 如果有机会当飞行员的话 一定要加入特技小数 操作技术层面 是比一般训练还要更为艰难 除了自愿加入 在平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份内工作 而训练也都是选择休假日进行 讲故总统经过的先生有讲 牺牲享受 享受牺牲 如果说你觉得它是一个任务的话 可能就会觉得很累 但是像如果我们加入是 因为我们的组员都是自愿 他不会说强迫你一定要加入 那如果是以自愿的情况下的话 那说牺牲六日 或者是平常额外时间练习的话 那都是大家非常愿意 是不会后悔的 飞行真的是至高无上的一个职业 我只有四个字 舍我其谁 听完年轻飞官凌云壮志的一席话 下次再看到这些表演时 心中对他们是否也会收起 更深一层的敬意呢 这一层的敬意是黄金国林秋霞水 制成全新主义层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